看着蝴蝶就觉得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关乎生物学也像是变魔术 看见毛虫变成蝴蝶 我们很难不去问如何发生 它们完全变态的过程 迁徙的现象和生命周期 究竟如何发生 这个转化叫人嘖嘖成奇 如不除掉或消化毛虫的组织 就不能变为成虫 实际上细胞是自行消亡 所含的元素会循环再用 化成一团物质 从中组合成虫的结构 这像一个不同的生物 心脏有变化 触角有变化 要重建成虫的足角 要改革肠道 由吸收植物改为吸收花蜜 你开始明白问题的症结吧 因此要从进化渐渐打开一条 通向完全变态的路径 只能说是奇迹了 在大自然中看到一些结果 你有责任寻根问底 找出可以解释这个结果的原因 如果你见过像蝴蝶一般 精密的机械设备 必然毫不犹豫地 归功于智慧之源 因为蝴蝶的精密过程 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也超出我们可以做到的范围 当你整理 从完全变态过程中 得出的所有证据 你会抚心自问 在你的经验中 有什么原因 才会得出如此结果 我认为唯一合理的答案是 来自一个超越自然界的 智慧之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